98岁的前总统李登辉 这个月8号因为喝牛奶呛道 护理师担心会引发吸入性肺炎 建议送台北荣总进一步检查 不过至今仍然没有出院 引起各方猜测关心 而针对外界关心李前总统的健康状况 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也在傍晚 向外界说明 李前总统现在意识清楚 但因为呛道感染肺炎 目前还在治疗 情况稳定缓慢的恢复当中 来听听他的最新说法 李前总统在入院之后的第二天 我们发现他有肺炎的变化 就是他有感染到肺炎 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属于肺浸润的状态 但是在后面的话肺炎的话 就是有一点转换成比较严重一点的肺炎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以肺炎的模式 现在目前在进行医疗中 那目前李前总统的身体状况是发挽意识这方面是比较 意识是很 不能讲很清楚 意识是清楚的 那因为毕竟李前总统98岁 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说他在不管是在现阶段他的体能状态 当然说呛到以后引发肺炎 一般正常人可能体能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一点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 那之前因为您刚刚说到有肺炎的状态 那肺部积水的抽出状态 肺部积水是已经在控制中 还在控制中 这阵子的话就是包含像小英总统他们有过来看李前总统 但是每天都会来 每天都会来 像院方有说预计总统有什么时候可以比较好 刚才讲这个很难讲 因为老人家身体的体态本来就是比较虚弱 然后再加上肺炎 那在肺炎的这个感染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之前李前总统的顾及也要去兼顾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跟各位报告 什么时候可以康复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们没有办法 抱歉 医生那边他们有评估 他们没有办法评估 因为现在目前所有的事情 因为刚刚讲的肺炎的部分 没有办法很积极的治疗的原因 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心脏病 那如果说用强效的一些抗生素的话 会怕影响到心脏功能 所以现阶段只能够用比较弱的抗生素来做治疗 好吗 各位 病情有比较 那就你医生那边评估 病情是有抗争或是是有比较不好 应该这样讲 应该这样讲 我们就是还是要整体的评估 他的健康状态 那现在目前因为年纪的关系 他现在目前正在稳定缓慢的恢复中 应该这样讲会比较精准一点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